如果持續性地做到經濟擴張 然後通脹如你所說 緩慢地拉上去一個正常的合理水平的話 其實這個復甦是我們要真相信的 我們要信債市的力量 其實是買經濟復甦是真不是假的 聯儲局更多人關心了 何時會開口退市甚至收水 因為你很奇怪的 上星期五突然出來宣佈 補充槓桿率那樣東西 去到3月31日就不再續期了 大家會立即聯想 究竟是不是開始走一些步伐 是要起碼一些銀行 在資產負債表那裏沽緊一些美債出來 是退市的開始 我覺得當GDP 假設我們現在去到第二季中段 第二季是尾 或者去到第三季初段 他見到一些數據出來 例如GDP 10%GDP 然後CPI 3% 或者不是一季 第二季三季都是 去到7月8月都還是這樣 我覺得市場其實就會強迫你推出波紋u上去 我想現在是有點涼難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因為你的波紋u上去 其實會令到市場很多股值有影響 譬如股市又會震一震 還有你的債市本身是在沽債的 因為你的市場會升 所以這兩方面又會導致聯儲局要思考他怎樣做 要保護著市場 是的 它有需要可能穩定市場 如果債息只是一支箭地衝上去 我不知道多久 譬如4月5月6月 譬如去到年底才兩離 跟你在4月5月6月就兩離有不同的 就是說你升的速度現在很快 突然一兩個月就升上兩離 我覺得市場會很害怕的 到時可能會先出手 我覺得它先出手 先封頂線 有很多的說法就是大家經常在量度 究竟聯儲局的心理上的關口在哪裏 有些人說長債息兩離 兩離半 現在很多人都猜兩離 有些說法就是要看短息 因為你長息升 但其實過去一段日子的短息兩年或以下 那些是不多動的 如果連短息都爆上 引發了金融市場的一些震盪 因為短期息比較影響流動性 的話 聯儲局才會出手去做事 你認不認同 我想兩樣都重要 就是長短息 不過短息相對上 它用那把口就可以說 up 得到 譬如FOMC 那個點陣圖 其實就控制著聯邦目標利率 目標利率不動 所以現在兩年以下的那些 例如Libre的那些很低 是呀 是呀 還是0.1多 就是因為那把口一直說 我不會加 我不會加 就是催眠你相信 我是不會加息的 但是那些五年以上已經開始動 反應空漲那些 五年以下 或者兩年以後就信你 真的不加 因為你在控制著那邊 但是如果你說 長息十年的那些 推上兩厘 第一 先影響股市 因為股市股值 就是受到你的 Born Yield 就是相對影響的 第二 就是說 債券價格都害怕的 那些人真的會害怕你會不會拋售 比如你外國的投資者 或者機構投資者 真的會拋售 他覺得你不出來干預 你不出來說說話 就逼你 逼到你干預為止 所以我覺得 剛才你說的收水退市 我覺得有機會 但可能是之前你先封了頂線 然後才敢說退市 否則他敢說退出QE 就很大困難 因為真的衝上我們兩尼 我覺得他先做一些事情 我猜 很多人都猜 他可能會做扭曲操作 就是所謂Operation Trees 就按住長息 讓短息的那些上了一點 就是開始預告 短息要加了 那長息就不要再升了 如果市場不是自己會這樣調節 他就會出手 要是說短息會升 就希望那些人會按下長息 要是就出手做扭曲操作 我覺得他可能 我覺得 可能是第二季尾 可能6月左右 就先做扭曲操作 先封了頂線 讓那些人安心了 安心了可能 7月8月就開始培養情緒 所以就準備說 我可能明年就開始退出QE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跟市場溝通 是的 他會提早溝通 所以我覺得他會做很多 做多防禦措施 如果他什麼都不做 就這樣說 我們去市場 就長息衝上去 是的